还记得郭富城是怎么红的吗 1990年他在台湾拍了光阳机车的广告 那时候被泼水 而那电眼眼神跟迷人的微笑 辱获了少女心 紧接着巧克力饮料广告那句经典台词 你是我的巧克力 每个人都在说 郭富城因此也被唱片公司向众 而同时他的第一张国语大碟 对你爱不完 可是有百万的销售佳击 所以郭富城就成了四大天王当中的其中一人 有人说看郭富城的演唱会是惊喜连连的 像是《武林正传》演唱会 那透明湿身秀看的热血沸腾 而同时还打造了450度的翻转舞台 打入了金氏世界的纪录榜 另外2016年 他在香港的《武林密码》演唱会 也说这个舞台是他构思了三年才推出的 赤字5000万港币打造出火箭一号舞台 而这些都非常有视觉效果 郭富城的成就当然不只来自于他的实力 还有他的敬业 去年底参加了《大陆时经秀》节目 我们17岁 大家看到了这天王偶像 可是鼻孔里面可以塞三颗弹珠 可以吃虫 可以卖萌 可以搞笑 完全就展现了 他不同于大家印象中的那一面 而郭富城在拍电影《寒战》时 很多危险镜头 他都亲自上阵 真的被打到了 没有怨言 天王说 威琪戏上没有关系 拍出来效果好 就OK了 喂 哈啰 柳主长 应不应得我 我想你帮一个人 阔别四年 郭富城再次饰演警务处处长 要和彭于晏饰演的李家俊斗志 你现在是攻击挑战香港警队 我是挑战你 不时要和匪徒斗志 郭富城在韩战2 还多了不少动作戏 当一个吹烂弹打过来 连自己的眼泪流上眼泪 这场在隧道里的枪战戏 郭富城危险场面亲自上阵 之前都试了很多次了 试完之后拿到数据 这样做最安全的 这一幕 梁家辉还真的一拳打到郭富城 而在韩战第一集 郭富城和梁家辉的言语交锋 剧集当然也没少 如果刘杰辉可以继续做你的一头 我就不要你民奔 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我觉得我们这一天 交费我们好像只有拍了三个天 还是两个天 我们第一次拍的时候 只拍了十个天 警队规矩 自己有亲属失望 都要理性报备刑警察 但是这次你没有这么做 你这次你都不是这个 盘头负责的问题 不说了 你这交锋力总之不权力 这次办理是针对我们的保安 我们的意思是你闻闭副主长 按保安和 家人一头我跟他斗嘴 我完全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我只顾着自己的对白 谈在耳里头 这次我听到他说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 郭富城 今天拿到一个奖 我很开心 但是我这个开心 机会 机会在今天晚上就过去了 因为我觉得 奖上不是永远的包袱 我不会把一个奖上 变成我的包袱 不因为得奖后设限 近年 郭富城的重心都在电影 契录多元 角色也多方尝试 紧接在韩战二后上映的天亮之前 郭富城饰演的赌徒 和杨子山饰演的风尘女 朴素练曲 展开惊心动魄的一夜 芯片记者会上 郭富城难得展现毒舌功力 让杨子山超尴尬 不只赌徒角色演得上手 必须全身穿上皮毛 只露出五官的美猴王 郭富城也勇于尝试 化妆有七个小时 上完这个妆之后 你根本什么都不能做 去洗手间也不可以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 有五到六个小时 是不可以喝水 也不能去上洗手间 所以你在感觉渴的时候 其实能够可以用吸管 吸一滴水 然后就滴一下 化妆只是最基本 郭富城从里到外 都得像是猴子 不管是吊钢丝练习翻滚 还是转动手中的筋骨棒 郭富城不假他人 不拍戏的时候 他一直在练他的筋骨棒 30年的跳舞的经验 然后还有拍动作戏 已经有20年的经验了 所以就舞蹈跟武术 这两点融合在一起 去呈现一个生物 这个是基本的东西 身手和特殊化妆都搞定 喊action那一刻 对郭富城来说 才是折磨的开始 刘汉怎么办 他只用筷子 大家用来吃饭 然后我的筷子 只用来夹了一些 夹住这个面子 然后伸进去插汗 对 这个就是四个月 都是这样子 除了工作 郭富城最大的休闲娱乐 就是赛车 当你很全身关注 在赛车跑道上面 你不会去想到 其他的事情 就算你工作有大大的压力 有很多很多的stress 只要你跳到赛车场上面 你其他东西不会去想 编号一号的法拉利FXXK 是郭富城的最新座架 一台要价260万欧元 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 拥有一台Ferrari FXK 不是用其他东西来去衡量 是一种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 好像一个 一个梦 能够可以在某一瞬间里面 能够在自己工作里面 要去努力工作 但另外一方面 能够可以抓到自己的梦想 就像开赛车 驰骋在跑道上 郭富城享受工作带来的成就感 对他来说 奖项和票房 已经不是追逐的目标 未来他打算植导演筒 希望把自己在戏剧上的经验 透过导演这个角色 传承下去